这身体油里面也是含有玫瑰精油的 那如果你个人是有在做按摩的 我也是蛮推荐这个 这个按完之后你隔天吼 起床你会觉得自己容光焕发 特别的美 因为主要它就是里面含有玫瑰精油 它会让你整个人活化的很厉害 那这个它的吸收率也是非常好 像我这个手肘的地方 当我这样转的时候就开始看到很多纹路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只要涂上这瓶玫瑰精油 这样涂上去 这个纹路它会不见哦 因为它被补满了 涂了这个按摩油之后呢 它就能够吸收了 而且很多人说 那这个是不是按摩不能当做身体油 我不会 我是直接把它当做身体油来用 像我自己在泡澡的时候 我就会滴几滴下去 我起来身体就不会痒 哦 不会反干啊 不会不会不会 泡澡如果没有加油脂下去的话 我起来身体就会非常痒 但我只要这个几滴下去 起来都不用擦乳液 也不会有反干的问题 哦好棒哦 那这一罐呢 因为我们当时调的时候 我们很怕有一些按摩油是 油体非常重 所以你会弄完之后 整个人很不舒服很闷 所以我们特别请我们研发长 这个油脂是调得非常非常细致的 但它同时又可以做按摩 所以你在按摩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油脂吸收 会比一般的按摩油吸收的效果更好 你身体会整个被补满 那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拿这一罐来按胸部 所以这一罐在研发的时候呢 我是有来做胸部测试的 有些产品它是有提到会封胸 它可能封胸完之后它会堵住 但这个不会 我们调了好几次的配方 就是为了让胸部不要堵住 我按摩的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我不喜欢人家碰我的胸部 因为第一个觉得很尴尬 第二个就是按摩阿姨 他在帮你按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 这就是要出来 哇那个胸部 你身体其他地方出来就算了 胸部出来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痛 痛到就是 我都觉得眼泪快飙下来的那种 你不觉得吗 这么大力 我倒还好耶 所以你是胸部比较痛的那种吗 因为我会按 哦你平常自己会按 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你就知道 如果他一按我痛的话 我就会 不要了不要按这里 所以他来不及让我痛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用 玫瑰按摩油 来帮我自己按胸部 去活化它 那因为玫瑰本来对女孩子就非常好 它本来就会有一点点这个 呃让胸部比较丰满的效果 所以我擦来之后呢 通常隔天胸部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而且比较大 而且我试过啊 我有按的时候 我就用这罐然后去推 因为副乳会比较小 哦会啊会啊 用这个玫瑰按摩油就可以 我觉得非常简单 我自己也很喜欢用这个 反正只要是 产品里面有玫瑰精油的 我基本上都会买